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07中医学院 这个你放心 你上次讲的两节课在学校引起很大的反响 而且后来几位教授提起过你接鼓的过程 更是把你奉为神医一流 你完全可以胜任这个 再者你的学籍我可以帮你办一下 挂到我名下 以后会给你一个中医院的毕业证书 你看怎么样 汤县说 那好 那以后汤老可就是我的老师了 叶浩轩笑道 这个不敢当 你可是大神医 汤县笑道 敲定了以后在中医学院混的事情以后 叶浩轩郁闷的心情一扫而空 正如他说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而在清源医科大学会议事中 正在开着全体教师大会 对于这次美国医学协会会长突然到访 楚明轩是又惊又喜 世界医学协会的总部就设立在美国 而那里是全世界医学界向往的圣殿 他敢肯定 如果这一次交流来访成功 那医科大学将一跃成为国内甚至世界上都有名的学校 而他身为学校的校长 身份也会随之水涨船高级有可能向教育局再进一步 而他已经临近退休 如果能再进一步 在那个位置上再混几年 那就算是退休 也不会担心养老的问题的 所以今天的楚明轩好像是突然年轻了几岁一样 他满面红光 斗志满满的安排着这次交流会的形成 而教育局与卫生局以及政府也高度重视这次来访 甚至清源以及等各大媒体已经做好准备 将在医学交流会的时候进行现场直播 而校各位领导及师生也极为兴奋 想想这件事都感觉到激动 那是世界医学协会会长亲自来访啊 这是全国都不曾有过的殊荣 过几天 清源大学将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媒体的焦点 左右无视 叶浩轩开车来到萧海妹的工厂处 只见整个工厂焕然一新 即使是站在石房的外面 隐约间也可以听到机器的轰鸣声 而让王铁柱等人来负责这个工厂的安全工作 那真是大才小用 这几个人是谁 是某处身份都不向外公部的神秘小分队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任务失败被抛弃 也绝对不会让叶浩轩捡了这么个大便宜 几人一架 将工厂四处的安保工作负责的面面俱到 可以说 连一个蚊子都飞不进来 负责外围安全的同炮 甚至在考虑这要不要在规定的区域内弄些暗雷埋上 而他这个想法 让王铁柱一个暴速否决了 你以为这是干什么 打仗吗 尽管没能用上那些杀伤性的武器 让同炮的心中多多少少有些遗憾 但总体来说 安全工作是做得很到位的 可以说 一只蚊子飞进去 都逃不过这八人的眼睛 而王铁柱更是让雷电成立了一个情报部门 以防配方等核心东西被泄密 当然雷电这个情报部门比较闲 因为叶浩轩的化妆品根本没上市 也不会有人闲得无聊的去到他们的核心技术 走进办公楼 前台的文员换了个人 将叶浩轩拦在了门外 我是来找你们萧总的 叶浩轩苦笑 他现在是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 等同于大老板 而现在他这个大老板竟然被属下拦在门外了 这种情况还真是有些尴尬 不好意思 你没有预约 我们萧总很忙 前台不冷不热的说 那职业性的微笑让人谈不上生气 叶浩轩无奈的一笑 摸出手机正要拔通萧海妹的电话 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走了过来问 怎么回事 你是来干什么的 王经理 这位先生说是来找萧总的 可是没有预约 前台说 你是什么人 王延质问 那位王经理显然是从猎头公司刚招来的 上次叶浩轩来的时候 并没有见过他 叶浩轩眉头一皱 明显的对他质问的语气产生一种反感 这种人衣冠楚楚 看气势就知道是从名牌大学毕业的 骨子里天生有一种优越感 他们骨子里的那份傲气看不起任何人 总以为自己的能力是世界第一 我是什么人与你没关系 我要见你们萧总 叶浩轩一字一顿地说 萧总很忙 不是什么人都能见得到的 你回吧 预约了以后再来 王延皱眉道 我跟你们萧总是朋友 叶浩轩说 朋友 王延一声冷笑 萧海妹是什么人 这种天生魅骨气质迷人的女人 是所有男人心中的女神 而叶浩轩一副土鳖样 也敢说 是萧总的朋友 我们萧总 怎么会有你这种朋友 王延冷笑道 你是想找机会多接近萧总吧 我劝你放弃吧 萧总已经名花有主了 名花有主 叶浩轩有些诧异 这货怎么知道 萧海妹已经名花有主了 不错 是有主了 自己就是鲜花下的那堆牛粪 不明白 王延冷笑道 海妹是我女朋友 我劝你这种吊丝 就别痴心妄想了 王延是某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原本以她的资历 是不可能来到这种刚起步的小公司做事的 只是自从她第一眼见到萧海妹的那天起 她便决定留下来了 原因无她 只因为她对萧海妹一见钟情 刚进公司 她便对萧海妹展开入市 一方面能报得美人归 另外一方面如果她跟萧海妹在一起 这公司等于就是她的了 一举两得 何乐不为 更何况她相信以她的相貌与资质 绝对能秒杀这个女神 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对于前来找萧海妹的异性 她都要盘查一番 叶浩轩被气乐了 萧海妹什么时候成这祸的女朋友了 她摇摇头 决定再与这二逼一般见识 她抬足就要向办公楼走去 站住 你干什么 王延大怒 上前拦着叶浩轩 同时喝到保安 把这个人给丢出去 门口处有这几名保安站岗 王延一声喝下 马上有两名跑了过来 这些保安已经不是叶浩轩刚来实践的那些二逼 看他们的伸手利索 目光警惕 动作不拖泥带水 显然都是一些退伍军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